第181章翠绿木界,香利之树自理落身旁生长,伸展着枝叶,其树干晶莹如翡翠,闪烁着奇光,而在其根部的位置,水象之力形成的水流氢润着根筋,不断地涌入树身之内。 最终水象与木象的力量与树心的位置凝聚,两种力量在这种形式下,高度的凝聚,压缩在了一起。 香利之树其他地方的翠绿之色突然开始消失,短短树息后,整棵树就只剩下一节树心。 只不过这一节树心,晶莹剔透,其中仿佛是流淌着树枝一般,范外的奇特。 而且,谁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节树心之内,蕴含着一股极为强悍的力量。 那竟然是双象之力,而且比起李洛先前所施展而出的刀光双象之力,这树心中蕴含的双象之力,更为的稳定。 李洛那紧闭的双目终于是在此时缓缓睁开,他冲着不远处的王鹤纠三人笑了笑,手掌伸出,那一截树心落在手中,顿时木屑飞舞,最终形成了一支比较粗糙的翠绿色木剑。 李洛手中的双刀咬合,形成了蓝银大弓,最绿如玉般的木剑,搭在了弓弦上,那一刻,李洛感觉手中的蓝银大弓都是在剧烈地震动起来,这使弓身有点无法承受这一支木剑中所蕴含的力量。 看来弓箭需要升级了,李洛心中闪过这个想法,然后看向不远处,那里的王鹤纠,兜泽北轩面色也是变得极为的难看,显然,他们都察觉到了李洛这一次攻势的强悍。 这恐怕将会是决定胜负的一手了,竟然被逼到这种程度,王鹤纠神色有些复杂,这一次的战斗,显然比他想象的艰难了数倍。 他原本以为在他与兜泽北轩这实力的碾压下,李洛小队必然溃败,可李洛不仅顶住了他们的压力,而且眼下还完成了一次小突破,最重要的是,他使展出了双向之力。 今日之后,他这新生第二名,未必都坐得稳了。用我们此前准备好的底牌吧,虽然还不算太熟练,但也只能试试了,本来是用来对付秦竹路的,但眼下如果再不用,恐怕这次的牌位战也就没什么用的机会了。 王鹤纠看向兜泽北轩,七罗子,神色肃然的道。两人闻言,皆是点头,毕竟,他们也只有如此了。 七罗子率先出手,只见得暗青色香蜜涌动,仿佛是化为了曼藤,这些曼藤迅速缠绕而来,最后在面前形成了一根约莫杖许长,碗口粗的曼藤管子。 仿佛炮管,王鹤揪手掌按在炮管上,其神色素然,独向之力急速地涌入其中。 与此同时,都泽北轩也是将自身的向力灌注其中,顿时,那曼藤炮管剧烈地震荡起来,七罗子竭力全力地师徒稳固。 树稀后,他咬牙道,不要再灌注了,顶不住了。 王鹤揪的面色也是变得苍白了许多,他点点头,目光与兜则北轩对视一眼,手掌猛地重重拍在炮管之上。 独昆巨炮,空,下一瞬,炮管之中,仿佛是绿色火花爆发,一道香力光柱喷射而出,那光柱呈现暗绿色彩,七型如昆,而其外层,则是被覆盖着浓郁的独向之力。 这已经算是一种比较精妙的橡树配合,其威力,也格外的惊人,倒是有些想法,李若望着那独昆巨炮,眼中也是划过一抹亚弈,而此时,他也终于是将震动的蓝色大弓给稳定下来。 他双指拉开弓弦,弦如满月,略显粗糙的木剑,微微地抖动。 翁,架一瞬,手指松下,有刺耳的破风声响起,一道碧绿光滑急射而出。 这一道木剑光滑,声势并不强烈,甚至还比不上李若以前所发动的光石,可正是这普普通通之下,却是蕴含着极为惊人的力量。 那是李若双向力量的体现,翁,短短不过树兮,声势惊人的独昆巨炮就与纳普时无华的木剑光滑于山剑中央碰撞。 然而,碰撞间并没有巨声以及狂暴的向力爆发,只见得翠绿木剑直接是穿进了独昆光滑之中,所过之处,毒气消散,蓝光进退。 租操的翠绿木剑上,则是浮现出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秋,最终,当翠绿木剑穿出毒昆时,毒昆彻底地散去,而剑身上,也布满了裂痕。 王赫揪三人一脸惊骇,他们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底牌,居然都没化解得了李若这一剑的攻势。 装想之力,真的就如此变态吗? 布满裂痕的翠绿木剑在距离王赫揪三人还有十丈距离时,开始支撑不住地爆碎开来,但依旧有着一股强横的向力冲击爆发横扫。 三人手当其冲,直接就被震得到飞而出,狼狈地撞在山壁上,皆是喷了一口鲜血,显然受创不清。 李若见到这一幕,有些遗憾地摇摇头,然后他脱力地一屁股坐在了山石上,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了。 那一剑,抽干了他体内的向力。 王赫揪,都则北轩三人有些艰难地爬起身来,他们看了一眼坐在山石上不动的李若,当即也明白后者此时几乎脱力。 走,趁他此时历劫,我们先走。 王赫揪咬了咬牙,说道,他们此时三人也是状态极差,并不比李若强多少,而此时他也没想着再吃了李若小队了,先撤走保住他们的积分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李若,应该没追击的力气了吧。 只要保住积分,这场战斗,也就只能算是平局,连强算是保住了一些颜面。 三人搀扶着,转身就要赶紧离去。 李若见到三人这动作,倒是忍不住地笑了笑,虽然他和欣甫都失去了战斗力,但你们难道忘记了,咱们小队也是三个人的吗? 在李若笑着的时候,转身欲要离去的王赫揪三人面色也是难看起来,因为他们见到在后方,手持如蝶一般戏剑的白萌萌,水灵灵的大眼睛正看着他们。 王赫揪看着白萌萌,简直感觉到自己太阳穴都在扑扑地跳动,有种难于言语的憋屈之感。 他几乎都忘记了,对面还有一个几乎没怎么正面出手的白萌萌。 如果是在正常时刻,他哪里会将白萌萌放在眼中,可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是战力犬尸,几乎重残,这个时候的白萌萌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可匹敌的存在。 面对着神色僵硬的三人,白萌萌咬了咬嘴唇,轻声道,你们把徽章交出来吧。 我打人会手抖,万一到时候不小心捅到要害部位就不好了。 于是,三人的面色就更加难看了,最终,王赫鸠阴沉着脸,将胸口的徽章扯下,丢了出去,同时也将此次收获的所有徽章都扔向了白萌萌。 这其中三分之一的徽章,将会成为对方的战利品。 白萌萌小手合拢,感激得道,谢谢谢谢。 然而面对着如此礼貌的白萌萌,王赫鸠三人却是一点都没有得到安慰,反而是满脸的阴沉,因为他们知道,输在李洛小队的手中,他们必然会被沈金销训斥,之后的日子,怕是有苦头了。 第182张掌公主的邀请,当李洛的战斗出现结果时,在那学府内的高墙上,诸多目光也是将这一幕收入到了眼中。 面对着这场激战,就算是在场的一些四星院学员,都是忍不住的挑了挑眉,神色有些惊诧与凝重。 李洛展现出来的双向之力,实在让人有点震惊。 这就是封侯强者的力量吗? 虽然李洛只是初步掌握了一点皮毛,但那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已是相当的让人心惊。 未来如果李洛能够将这种力量进一步的加深,那其实力,将会有多强。 那时候,说不定还真是有那么一丝可能,能够与酒品相争锋。 江青鹅望着这种结果,绝美地容颜上泛起一抹细微的笑意,虽说她相信李洛,但显然当结果出来后,这颗心才彻底的安定下来。 她偏头看向长公主,此时的后者,丹凤眼带着一丝金鹅的盯着那一片光幕,这个结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此前她说想看看奇迹,更多还是给江青鹅捧场,实则心中道也并非真的是觉得李洛能够抗衡王贺鸠,都则北轩,但最后李洛那一剑,着实有些惊艳。 双向之力啊,那可是连她都向往的力量。 心中情绪渐渐地平复,长公主眸光转向江青鹅,盈盈笑道,江学妹,这场奇迹,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这封侯近之前的双向之力,我可真是第一次看见。 李洛毕竟是师父师娘的血脉,他们二位那般出色,李洛又怎会普通。 江青鹅说道,杨学猴,蓝猴是我大厦最年轻的封猴强者,当初的确是惊艳世人。 长公主赞同道,虽然知晓这是长公主拉拢人心的手段,但连江青鹅都不得不承认,长公主的确是气度胸怀接距,怪不得引得许多四心院学员倾慕,敬仰。 长公主眸光流转,突然道,我看李洛是水香与木香。 江青鹅点点头,江学妹应该也知晓,王上身躯有先天缺陷,需长年服药稳固,这些年王庭也找过许多高人试图为其医治,但都是徒劳无功,有高人曾说,王上这缺陷,或许的拥有水香、光明香、木香这一类拥有着治疗效果的项力来尝试。 虽然李洛现在实力只是香尸镜,但不知道能否试试给王上治疗一番。 长公主红唇微起,江青鹅闻言,也是忍不住地感到惊愕,殿下想让李洛去给王上治疗。 长公主有些无奈地道,虽然听上去有点荒唐,但我并不想放弃任何可能存在的一丝希望,总得试试吧。 江青鹅有点迟疑,长公主伸出手,握住江青鹅小手,呆放眼诚恳地看着她,江学妹,你不必有其他的担心,因为不管成不成,王庭都不会因此有怪罪之意。 你就当这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姐姐,为了帮助弟弟的无奈之举吧。 这句话,倒是让得江青鹅略微的有点触动,不过她也是极为聪慧之人,她明白长公主可不是什么傻白甜, 对方的城府与手腕即便是她都心有忌惮,所以长公主突然间想要李洛尝试去治疗王上,可不是什么一时一起。 这种治疗,有效果的概率太小,毕竟就连江青鹅都不相信,连一些封侯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李洛一个小小相失禁就能够做到。 偏偏长公主还是做出了这般的请求,其实更深层的意思,还是在冲着她而来。 因为只要李洛出手了,不管成与不成,洛兰福也就算是与长公主有了一些交集,而她与长公主间,无疑关系会更进一步。 毕竟很多时候,关系的进步,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契机。 说到底,还是长公主在拉拢与她之间的关系。 江青鹅心思白转,对于长公主释放的善意,她倒并不打算拒绝,毕竟在这大夏中,王庭始终是正统,除了圣玄新学府以及中立的金融宝行外,他们拥有着最强的力量。 能够与他们加强联系,对于洛兰福而言,不算是坏事。 于是最终,江青鹅禽首微点,道,殿下既然开口了,那我们自然会全力相助,只不过殿下可不要抱有什么期望,李洛即便拥有着水香与木香,但她终归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向尸镜。 长公主国色天香般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欢喜的笑容,丹凤妍显得更为的狭长与妩媚。 那我就先谢谢江玄妹与李洛学弟了。 殿下客气了,而在两女这边说话时,不远处一群人也是在对着这边而来,临守者,正是公神君。 呵呵,恭喜江玄妹,不仅提前结束了牌位战,而且李洛这边也顺利击败强敌,想必你们二人此次有望共取第一。 公神君声音爽朗地笑道,江青鹅道,公学长过赞了,只是一次普通的牌位战而已,并不算什么。 公神君笑道,你这要求也太高了,你可能是积分第一拿到手软,但李洛毕竟是第一次,有一个好的开头,比什么都重要。 江青鹅虽然知晓公神君的心思,但对方形式说话却挑不出半点的毛病,所以她也不可能冷面向对,只能道,那就借公学长吉言了。 公神君含笑,然后目光转向一旁的长公主,笑道,卵语,看你一脸笑容,先前与江学妹说什么呢。 长公主微微一笑,气质雍龙华贵,没什么,只是回头打算请李洛去事实治疗一下王上。 公神君文言,也是忍不住的愣了愣,旋即道,这。 事实也好,原本她是想要说有点荒唐,但最终还是改了口,毕竟江青鹅也在旁边。 公神君没有在这上面多说,而是对着江青鹅笑道,江学妹,据说今年暗窟会开放,这是大事,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可得多多合作。 江青鹅点头,公神君见状,也就不再多言,带着一行人转身而去。 长公主望着她离去的身影,这公神君为人处事也是相当厉害,她的心思众人皆知,但她偏偏能够忍耐住,始终不对江青鹅有任何的进一步措施。 或许她也非常明白,时机未到时,走错一步,就将再无机会。 倒真是会隐忍,有其父之风,殿下,我也先走了,王上的事,回头我会与李洛沟通一下,若是没问题,找个时间就去试试。 李洛那边的战斗已经出现了结果,江青鹅也就没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趣,对着长公主说了一声,便是轻盈地跃下了高墙。 长公主望着江青鹅离去的倩影,微微笑了笑。 江青鹅潜力很大,如果公神君真的将她拉走,未来可真是会很麻烦,所以,她可不希望公神君真能夺得美人心。 长公主偏过头,望着先前李洛战斗的那片光幕,李洛啊李洛,你可得把你家这未婚妻给首好歌。 第183章日落,当李洛这边的战斗开始落幕时,在那另外的地方,激烈的战斗也是逐渐地进入到了尾声。 这是一片被狂暴乡历生生撕裂般的林地,碎裂的树木满地都是,可见那所爆发的大战是何等的激烈。 这里是秦竹鹿小队与伊丽莎小队的战场。 呼,李青儿唇角有着冰冷的寒霜之气轻轻地突出,她此时已是退去了冰残丝手套,郊区上寒霜流动,附近的树叶都是弥漫上了一层薄薄的寒气。 此时的她,似乎是处于一种无法动弹的情况,仔细看去,方才会发现,在她的身上,竟然是缠绕着一些锁链,锁链乃是由香里所化,呈现淡淡的新光色彩。 只不过这些新光锁链,在寒气的侵食下,再迅速地变得虚薄。 最终,寒气将其磨灭,李青儿这才抬起精力动人的俏脸,望着眼前的丝丘影,此时的后者,同样是处于无法动弹的姿势, 风里的冰棱自四周空气中延伸出来,只在她周身的要害处,只要她稍微有些异动,这些冰棱就可以直接夺走她的性命。 秋影同学,看来这次是我稍微剩你一点。 李青儿轻声说道,此秋影咬了咬嘴唇,有些不甘的道,如果是在晚上,我不会输给你的。 她自身之香,乃是星象,所以在夜空繁星下时,她的向力方才会变得更为的活跃与强盛。 眼下这个时间段对于她而言,并不算是最好的时机。 李青儿不知可否,现在说这些毫无意义,毕竟她还想说如果是在冰寒环境中,她实力同样能够获得增幅呢。 她的眸光抬起,望着前方,那里的森林仿佛是被什么可怕之物横推了一般,一直延伸到森林深处。 那是秦逐鹿所造成的破坏,紫辉小队,果然都不简单。 李青儿心中有些感叹,他们此次冲着一夜秋小队而来,原本是仗着秦逐鹿的凶名,可谁想到对方并未惧怕,反而是借助思秋影的星光相立。 遮蔽了头顶光柱,然后暗中袭击,一个照面,就将小队中音乐率先淘汰。 不过好在秦逐鹿倒是不愧她的凶名,即便是在损失一人的情况下,依旧是以一敌二,力战伊丽莎与千叶二人。 她这边则是对上了思秋影,双方激战,最终由她显显地取得上风获胜。 也不知道秦逐鹿那里怎么样了李青儿柳眉微醋,她经过与思秋影的大战,相立也是所剩不多,根本无法再有帮助秦逐鹿的戾气了。 秦逐鹿虽然厉害,但伊丽莎与千叶联手,未必就会输给她。 思秋影也是看向那个方向,开口说道,虽然她这里小输一手,但并不会影响整体的局面,毕竟李青儿即便赢了她,也是无力在支援了。 只要伊丽莎千叶能够联手挡住秦逐鹿,即便不赢,但保住自身的话,那也算是平局了。 李青儿没有与思秋影嘴上争锋,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这种等待,也并未持续太久,逆临深处,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李青儿与思秋影皆是争大美目的看去。 然后他们就见到一道壮硕的身影自林荫中走出,满身的煞气扑面而来,这一瞬,连林间的鸟鸣声都是一瞬。 那道身影,是秦逐鹿,只见得此时的秦逐鹿,身体上遍布血痕,看上去极为的惨烈,但他的脸庞上,却是洋溢着罕见的笑容,那笑容充斥着舒爽之意。 痛快,秦逐鹿笑声如虎啸般,震荡于山林间,他随手将手中的带子丢向李青儿,其中是从伊丽莎他们那里得来的战力徽章。 李青儿接过带子,松了一口气,一旁的丝丘影则是翘脸煞白,忍不住的道,怎么可能,连队长跟千叶联手都没挡住他。 这就是个什么怪物啊?另外的一处战场,局面却是极为的火热,白痘痘,鱼浪,丘落三人狂奔于山林间,风声呼啸,速度全开。 而三人的面色,都是有些不太好看,因为在他们的后方,足足使几只金灰小队结成阵型的在疯狂追击而来。 前方时不时的也会出现金灰小队的阻拦身影,逼得他们不断的转向。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狼狈,他妈的,这些人太过分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有没有素质啊。 鱼浪脸色发白,因为他能够听见后面传来的声音,打死鱼浪,打死鱼浪。 鱼浪又慌又愤怒,这些人是不是蠢啊,这个小队里面我摆明只是一个工具人,就算有怒火,也不应冲着他来啊。 前面没路了,突然间,白痘痘出声,神色有些复杂。 鱼浪,鱼浪急忙看去,果然是见到前方变成了悬崖,云雾飘渺,显然高度不低。 后方,一支支金灰小队跳跃而至,神色不善。 鱼浪吞了一口口水,道,要不,我们把他给交出去吧。 鱼浪震惊地看向鱼浪,卧槽你还是人吗? 我为这个队伍付出这么多,你还要把我交出去? 鱼浪道,反正他们也不能真的打死你,顶多揍你一顿,这样我们还能保住积分。 鱼浪猛烈摇头,这样以后我还怎么混,还要不要面子了? 鱼浪撇嘴道,面子这东西跟你本来就没关系吧。 两人在这里争吵,白痘痘无奈地挥手将他们阻止了下来,道,都别废话了,交出队友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准备全力冲刺,他手提长枪,眼中反而是跳动着炽热与期盼之色。 面对着如此上头的白痘痘,鱼浪与丘落也是无奈,只能握紧长枪。 下一刻,三人身躯上,风向之力震荡起来,破风响撤尖,三人宛如铁骑般爆射而出。 在那前方,十数之实力不弱的金辉小队也是接连呼喊,组成了一条条防线,迎接着三人的死亡冲击。 只不过,就当双方即将碰撞的那一刻,这天地间的光线骤然变得暗淡了一些,然后众人就见到,天边的夕阳,在此时彻彻底底地落下了地平线。 日落了,所有学员都是正了正,旋即不约而同地将紧绷的身躯都是一点点的松缓了下来。 第一次排位战,结束了啊,鱼浪与秋落都是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大气,白痘痘则是眼露惋惜。 鱼浪干咳了一声,迎上了那些粪粪中的金辉小队,也不顾对面的神情,直接与两人勾肩搭背。 大家不打不相识,回头有机会喝酒,不过你们也是真厉害,免得紫辉小队满山跑。 被鱼浪捧了一下,那两名队长也是有点自得,道,紫辉小队也得怕人多啊, 不过你们队伍的那个鱼浪真是太嚣张了。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鱼浪眨了眨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 我叫秋落,第184章积分第一,日落的时候,场地外的高台上,五位紫辉导师间也是稍微有点安静。 他们的目光望着庞大的山林间,仿佛是将其中的每一场精彩战斗都收入了眼中。 只是,个人的神色稍微的有些不同,沈金萧凝视着远处,神色不喜不怒,他已经看见了王赫揪小队的失败,而且还失败在了李洛三人的手中。 凄产导师显然是不会放过这个令人心花怒放的机会,他端起面前的水杯,对着沈金萧扬了扬,道,看来要提前感谢沈金萧导师的投入了。 沈金萧端着面前的酒杯,即便美酒已是没了味道,但他还是一饮而尽,道,输在双向之力上面,也不冤了。 道没有显露出什么怒火,毕竟好歹也是封喉强者,愿赌服输还是能够做到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眼前这种场合,不认又能如何,还能冲进去把李洛打一顿,然后反悔将十二段锦收回来吗? 那样做,他的脸面才是彻底的丢光了。 这李洛倒是有点意思,他的双向之力其实并不稳定,正常来说,不见得就能够斗得过王赫揪三人最后的联手像术。 但他那一手灾树成冰,当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曹圣导师此时也开口评价道,尼尔导师赞同的点点头,道,他以水像之力为源,增益木像之力,以最快的速度生长成木像之术。 栽树成冰这道像树本身并不具备太过强大的攻击性,其自身的特性算是鸡肋,可如果将它用来稳定木像与水像的力量,倒是有出其不意之效,两种力量凝聚在树心处,最终形成了一种颇为稳定的双向之力。 不过这道像树,也只有拥有着水木二像的人才能够运用,因为没有水像之力的氢润,等着木像之树生长起来,真是黄花菜都凉了。 最后木像之树成形,李洛在将木新化剑,以自身相力推动,这一道攻击。 方才能够破了王赫揪三人的像树,虽说最后是险胜,但能够做到这一步,很不一般了。 其他的紫灰导师纷纷点头,面露欣赏之意,李洛这种双向之力在他们这些封侯强者的眼中或许是很稚嫩,但要知道,李洛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像尸镜。 这李洛的单人实力,恐怕能够算得上是新生第二了,也不知道与秦逐鹿之间,究竟谁能更强一头。 刚才伊丽莎与千叶两人联手,几乎都是被秦逐鹿碾压,这家伙在战斗间的那种凶性,一般人还真是挡不住。 除此导师说道,凄产导师道,李洛的木新剑虽然厉害,但未必能够对秦逐鹿造成知名威胁,只要后者将这一剑挡下,李洛就没什么手段可用了。 他这一板斧的局限性,还是不小的,这话道也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如此,李洛这一剑固然强横,但用来对付王赫揪三人算是刚好,可用来对付秦逐鹿,一旦后者硬抗了下来,李洛将会失去一切的反击机会。 毕竟,秦逐鹿第二文的向力等级以及自身的上巴品香也不是吃素的。 在几位紫辉导师说话间,场地入口处,开始有着新生路陆续续的涌出,喧嚣声渐渐地聚集起来。 众人中,有取得还算满意积分的队伍笑容满面,一些不满意者,便是满脸的惋惜与黯然,不过总体来看,众人兴趣还是极为的高涨, 或许是以前很少接触这种以小队模式的作战,所以感到极为的新奇。 约莫十数分钟后,几乎所有的队伍,都是汇聚于此。 一道道目光开始投向高台上,因为到了此时,也是该宣布此次排位战所有队伍最终所取得的成绩与排名了。 在那万众瞩目中,西蝉导师起身,身姿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中依旧显得羞长窑窕,负面的黑鲨,更是为他添了几分神秘。 今生第一次排位战,到此结束,西蝉导师手艺台,袖间有雄魂香力横扫而出,直接是在半空中形成了一片光幕,其上有成百上千的队伍,皆是标记了各自积分以及排名。 场下一片骚动,所有人都是仰头找着自己的队伍。 李洛,白萌萌,西服三人站在一起,也是仰头看着,不过旋即他们就发现,这光幕上面的排名,只是指于第六,前五则是并未出现。 而且,一支死灰队伍都没在光幕上面,显然,前五名应该是被五支死灰小队包场了。 没想到王赫揪他们竟然还能稳住前五,底子的确挺厚的,李洛笑道。 清福与白萌萌看了他一眼,他们底子有多厚,你还不清楚吗? 你们说,我们能排到第一吗? 李洛问道,虽说他从王赫揪小队那边割了一波大的,但刚才他已经听说了,秦逐鹿小队,同样是打败了伊丽莎小队,所以,秦逐鹿小队也将会成为第一的有力竞争者。 说实话,现在他们到手的积分已经让李洛很满意了,至于这个第一归水,他是真的没多少兴趣,但是,他对第一名额外奖励的十二段仅感兴趣啊。 那是他接下来修炼比较重要的一环,毕竟,在不到五年寿命的巨大压力下,他必须精确地计算自己每年都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一切能够加快修炼的东西,他都不能舍弃。 清福与白萌萌对此也只能摇头,面对着秦逐鹿的凶祸,心声中恐怕就没有人是不怀有忌惮的。 也亏得此次李洛爆发,打败了王赫鸠小队,不然这个第一,稳妥妥是属于秦逐鹿小队的,其他人恐怕很难去竞争。 而西产导师在江光幕显现后,便是开始宣布前五名的队伍。 一夜秋小队,2200分,排名第五。 金门小队,2300分,排名第四。 风奇小队,3900分,排名第三。 这三个队伍的排名一出来,顿时引起了沸腾与热议,因为从积分上面来看,五只紫辉小队应该是咬得很死。 而一夜秋小队与金门小队,显然是被割过一波。 也就是说,正义小队与金门小队,都各自打败了一只紫辉小队。 对于有秦逐鹿坐镇的金门小队能够有此战绩,大家不算太意外,毕竟秦逐鹿凶名太盛了,可李洛他们这只小队也能够打败一只紫辉小队,这就让人有点惊讶了。 毕竟从表面实力来看,五只小队中,反而是李洛小队要稍微的偏弱一点,如果不是之前李洛打败了兜泽北轩,证明了自身的实力,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些金灰小队,说不定都比李洛这只小队厉害了。 一道道目光,怀着好奇与敬仰的看向西蝉导师,等待他宣布接下来最为重要的排名。 在那些目光注视下,西蝉导师眸光似是带着一点效益的扫过了李洛三人所在的方向,然后开口道,第二名,青月小队,积分5200分。 不带众人回过神,他继续道,第一名,正义小队,5300分。 哗,此言一出,直接是引发了沸腾,所有学员目瞪口呆的看向李洛的方向,谁都没想到,正义小队竟然超过了青月小队。 虽说只是超出了100分,但这就是第一与第二。 面对着那些震撼的目光,白萌萌在待了一下后,忍不住的欢呼出声,就连心服都冒下的苍白脸庞都是扬起了笑容。 这个第一名,稍微有点出人意料,李洛也是这么熟悉,旋即随脚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有一种如是重负之感。 虽然有点侥幸成分,但不管如何,总算是取得了这个第一。 不远处,秦逐鹿的目光同样是停留在李洛的身上,眼中生腾着一种炽热之色,忍不住的道,这李洛。 好缠人,一旁,吕清儿与音乐娇躯都是猛的一阵。 吕清儿更是翘脸寒煞,眼神不善,察觉到他们的目光,秦逐鹿愣了愣,连忙解释,我的意思是,他的双香好特别,真的好想跟他打一场。 吕清儿闻言,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将目光从秦逐鹿身上收回。 我这里应对那只大鹅已经很累了,你还要给我来点怪的。 大鹅气势太强,需要暂避锋芒,可要捶你这头不润路的傻路,办法可还是很多的,比如,找人画一幅以其为主角的白女图,撒遍圣玄星学府。 第185章金箱计划,东,当新生这边的排名最终确定时,有一束烟花冲天而起,最后于天空上炸开,形成了四个大字。 正义小队,哇,好漂亮啊,队长,现在恐怕全学院都知晓我们正义小队了。 白萌萌有些欢喜地望着天空,烟花倒映浸水淋漓的大眼睛中,绚烂至极。 李洛望着烟花,则是无语地撇撇嘴巴,道,进整这些没用的。 这烟花无非就是满足一下学员的虚荣心而已,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差评。 欺福倒是颇为认同的点点头,他同样不喜欢这种曝光的场面,当即就要难得出声地表示支持队长。 不过还没说出口,李洛那边声音又传了过来,关键是这烟花太小了,如果他们能搞一个能让大夏城那边都看见的,那诚意就强了。 欺福只能将嘴中的话吞了回去,面无表情地看了李洛一眼,队长,我真是高工你了,你还是这么的肤浅。 哼,而就在此时,圣玄心学府上空突然又是有着一朵烟花绽放,同样有着一个队明显露出来。 火仙小队,李洛等人有些惊奇地看去,那个方向,是二心院学员比赛的地方,显然,这个所谓的火仙小队,就是此次二心院那边拔得头筹的小队。 这让李洛想起之前与江青鹅在一起时所遇见的那个夜秋顶,也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在这个火仙小队中。 而之前听说三心院那边的比赛也结束了,第一名的队伍叫做黑天鹅小队,不用想也知道,这必然是江青鹅所在的队伍。 至于四心院,据说那些老学员已经不再参与这种排位战,毕竟一些天赋不错的骄子学员,大概率都是踏入到了地下将近,其中一些佼佼者,甚至已是踏入天刚将近,此等实力,放在大厦任何地方,都足以算得尚是精锐骨干,不可小觑。 所以这些学员兼缺少学与火的战斗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失去了磨练的意义。 在众多新生被那火仙小队的烟花所吸引时,西产导师走上前来,而李洛那亮晶晶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他手中所握的一枚紫色欲剪,当即心头就是一跳。 而西产导师虽然黑沙负面,但李洛感觉此时的他仿佛是冲着他笑了笑,然后就有清淡的声音响起,此次获得第一的队伍,还将会额外得到一份十二段锦的猴急能量引导数,价值三千学府积分。 不过由于能量引导数只有一道,所以你们小队中,只能有一人选择此数,而另外两人,则可以额外获得三千积分。 中围有不少羡慕的目光投射而来,这十二段仅是一种特殊的猴急引导数,身怀六品箱就可以修炼,这对于很多拥有六品箱的人而言,可谓是吸引力十足,只不过此数高达三千积分的兑换价格,让不少学员初期都只能望而却步,而等他们凑到这个积分时,恐怕都得迈入二心院了。 毕竟,不是所有队伍,都能如同李洛他们这些紫辉小队一般,每一次的排位战都能够混各数千积分。 而且,就算自己不需要这十二段仅,也可以换成等额的三千学府积分,这同样是很大一笔收获了。 在那诸多艳羡目光中,身为队长的李洛尚前,他神色郑重地从西禅导师手中接过十二段仅,然后视线转向众人,审声道,今天我能拿到这个奖,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要感谢审。 不过他的获奖感言还未完全地说完,便是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自其周身的空间中涌来,令得他连呼吸都是陡然一致。 不过好在那种压迫感仅仅持续了数息,其身后的西禅导师就有所察觉,一步踏出,李洛四周的压迫感就被其踩得稀碎。 西禅导师眸光淡淡地看向沈金霄,道,沈金霄导师,你没有权利不让学员发表获奖感言吧。 沈金霄淡笑一声,道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神色有些幽暗地盯着李洛,无声间,自有一种无形压力笼罩向李洛。 显然,这有些警告的意思,是以李洛见好就收,不要多此一举,李洛自然是能够接收到沈金霄释放的信息,他盯着后者,然后笑了笑,威胁吗? 一名风猴强者,眼下只能用眼神来警告他,说明对方也是潜驴技穷啊。 正玄心学服紫辉导师的身份,让得沈金霄有许多的理由来针对他,但同样的,也限制了对方许多的手段。 否则这种时候,风猴强者一巴掌拍下来,他这小小的向诗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而既然你现在只能用眼神警告,那我可就不怕啊。 于是,李洛咳嗽了一声,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原本等着看戏的几位紫辉导师闻言,眉头一挑,稍微的有点失望,其实他们也是想要看热闹来着,但似乎李洛被震慑了啊。 而在众人摇头间,李洛再度开口,首先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沈金霄导师这种自掏腰包,额外为我们新生谋福利的一举,所以我想对沈金霄导师真诚地说一句话。 紧再接再厉,不要停,许多新生在此时鼓掌起来,起哄道,不要停。 不要停,这些学员几乎都并不知道李洛话语中的内涵之意,毕竟他们也不了解沈金霄取走十二段锦的深意,他们只知道,这一次沈金霄导师自掏腰包给予新生福利,虽说最终他们没吃到这份福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声赞叹,沈金霄,棒棒哒。 这种福利,当然是不要停最好,一道道目光,怀着期待的头像沈金霄,李洛面带温和笑容,道,沈金霄导师大意,我在这里斗胆请愿,希望以后沈金霄导师能够持续这种激励,激励不再积分多少,主要是取那个鼓励的意思。 我连激励错失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金霄计划。 更多新生赞同的点头,看向沈金霄目光中的期待,变得更浓了。 不知道沈金霄导师,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些学员的一点点不成熟的请求。 李洛真诚地看向沈金霄,在那一道道目光下,沈金霄的眼角在微微地抽搐,忧生的眼神深处有怒意涌动。 李洛这个小崽子,还真是杀人不用刀啊。 这三言两语下去,他就得持续为这排位战提供额外的奖励了。 虽说一次两次他不在乎,可这一两年下来,这也绝对不是小数目了啊。 最关键的是,这所谓的金霄计划,这些普通学员不知道缘由也就罢了,可其他那些同行,岂不是直接笑得肚子疼。 他看了一眼西蝉,曹圣等人,他们一直都是默不作声,目光似顾,仿佛没听见李洛所说一般,但沈金霄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眼中拼命压制的笑意。 谁能想到,沈金霄这给李洛挖的一小坑,竟然有着把他自己埋进去的架势。 沈金霄眼神变幻,最终平静下来,淡淡地道,你的提议很好,不过这并非是小事,如果是长期的话,还得经过副院长的同意。 等我回头与肃心副院长交流一下,再给你答复。 说完,转身就走,李洛面带笑容,招手道,好的,沈金霄导师慢走,以后我会经常问你关于金霄计划的进度的。 远远的,沈金霄的身影似是在月色中亮枪了一下。 凄缠导师等紫辉导师暗自一笑,然后看了李洛一眼,也没有多说什么,皆是挥挥手,各自离去。 李洛,你们得了第一,今天还是中月节,不去庆祝一下吗? 此时有轻悦的声音传来,只见得李轻儿走了过来,修长玲珑的娇躯在月色下起伏有致,短裙下的洁白长腿,仿佛比月光都亮眼。 一路走来,吸引着不少异性目光,李洛文言也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上悬挂的皎洁明月,微微的有些恍惚,又是一年中月节啊,这是和家团圆的日子,这领得他有些想起李泰玄与淡台兰。 也不知道如今,他们在那王侯战场中究竟如何了? 心中心绪翻涌,最终被李洛压了下来,这种担心于事无补,现在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变强,因为唯有踏入王侯境,他才能够去探寻爹娘的踪迹。 他看向李轻儿,露出笑容,今天小转一波,叫上鱼浪,照阔他们。 我给他们一个请冠军队长吃饭的机会,请他们务必把握。 第186章黑袍封喉,脚跃如明镜,高悬夜空。 月色下的大下城极为的繁华,灯火通明,万家灯火如同漫天星辰,沸腾声冲荡云霄。 洛兰府总部,防卫森严,巡逻的护卫来回穿梭。 而此时,在那严密的防卫中,一道人影却是如同漫步般,行走于洛兰府总部内,此人全身都是在黑袍之下,一看就不是光明堂皇之人, 可偏偏他这样肆意地行走,来往的那些洛兰府守卫仿佛是看不见他一般, 即便偶尔从其前方巡逻而过,都是没有显露半点惊恶之意。 这显然不是守卫都瞎了,而是这神秘的黑袍人以特殊而强大的手段,遮蔽了外人对他的探知。 如此手段,非同凡响,黑袍人引望着庞大的洛兰府, 似是淡淡地笑了笑,自语道,失去了李泰玄,但台兰的洛兰府,果真是没有什么作用了吗? 他摇了摇头,继续对着洛兰府伸出而去。 洛兰府总部,后厨所在,刚忙完夜餐准备的牛飙飙将手掌茶室干净, 然后走出厨房,头顶的明月照耀在脑袋上,反射着光泽。 他抬头望着如镜般的明月,有些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李泰玄,但台兰,你们这两个王八蛋,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看娃, 真当我是奶爸保姆吗?当初遇见你们,我是真他娘的倒霉啊。 牛飙飙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然后目光似是看了一眼洛兰府的某个方向, 无奈地摇摇头,又要看娃,又要看家,我他娘又不是狗。 牛飙飙手掌滑下,落在了腰间那明晃晃的杀猪刀上面, 然后迈步走出厨房,迈入到了阴影之中。 洛兰府某处走廊,神秘的黑影旁若无人的漫步,突然间他的脚步停了下来, 黑袍下的目光盯着前方,道,这洛兰府中,果然还藏着一位啊。 我说你们这些鳖三,这些年在中月节来来回回试探也许多次了, 这次终于开始明目张胆地进来了吗? 黑暗中,牛飙飙走了出来,他望着那黑袍人影,咧嘴笑道。 阁下堂堂封喉强者,却愿意在这洛兰府中当这么多年厨师, 我不知道应该说是李泰玄,但抬篮手段太高超,还是说你自甘为怒。 黑袍人影缓缓说道,他的声音似是从四年八方传来,飘渺难寻。 跌三玩意,鬼鬼祟祟,连个行迹都不敢漏,就跟那厨房中偷吃干水的老鼠一样。 牛飙飙说道,黑袍下,有一抹森冷目光投射而出,阁下窝在洛兰府总部多年,一步不曾踏出,即便洛兰府内乱成这个样子,也不见你出面震慑,我倒是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牛飙飙笑道,洛兰府本来就是给那两个小家伙练手的东西,成败又有什么所谓。 而我也想知道,你们盯着洛兰府,是想要做什么。 你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谁,你们盯着洛兰府,也不是一时半会了。 牛飙飙眼神也是在此时变得有些冷漠起来,黑袍人影淡淡一笑,道,何必装傻,李泰玄,但台兰留下的秘密,谁不想知道。 隔下何必为了一个没有什么潜力的洛兰府固守,不管你与李泰玄他们有什么约定,这些年的守护也足够还清,如果你能够加入我们,未来所得,必然超过现在。 加入你们,可以啊,你们是这大厦的哪方势力? 牛飙飙问道,黑袍人影有些哑然,笑道,如果隔下愿意将李泰玄,但台兰留下的秘密告知,我自然会引你加入。 牛飙飙叹道,既然如此,我只能说,告你妈个仙人求了,那名黑袍人影没有在说话,但四周天地间的能量却是在此时开始剧烈的躁动起来,黑袍下漠然的目光落在牛飙飙的身上。 下一瞬,只见得天地能量在其身后仿佛是化为了铺天盖地的黑色之火。 一只手掌从黑色衣袖中伸出,他指尖抬起,漫天黑火呼啸而下,最终于他指尖形成了一缕深黑色的火苗。 小小的火苗,却是让人感觉到了一种毁灭般的意境。 就让我来看看,李泰玄,淡台兰费尽心思留下的看家狗,究竟有几分本事吧? 黑袍人影冷笑一声,黑色火苗轻弹而出,直接射向了前方的牛飙飙。 牛飙飙望着那看似一步急不缓的速度射来,但却让人根本无法躲避的黑色火苗,神色倒是没什么变化,反而是伸出手掌握了摸光溜溜的脑袋,眼神有点惆怅。 什么时候,一个四品猴,也敢这么与我叫嚣了? 枪,似是有着清脆的声音响起,似是有着一抹寒光乍现,那抹寒光出现的一瞬,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凶煞之气陡然爆发,仿佛是地狱的修罗突然攀爬到了人世间。 牛飙飙的身影出现在了黑袍人影后面,他仿佛是什么都没有动,甚至连腰间的杀猪刀都没拔出来。 而在先前的原地位置,却还有着一个牛飙飙的身影,而直到夜风吹拂而来,那道身影方才渐渐地消散。 近是一道残影,牛飙飙身后,那原本飘向他的黑色火苗旋停在了半空中,然后颤颤微微地裂开,一分为二,渐渐地飘散。 黑袍人影身体上,一道淡淡的光痕出现,也是在将它分成两半。 好凶的刀光,身体被分裂,那道黑袍人影的声音也是变得低沉起来,真是有意思,一个从不见血的厨子,却是修炼出这么凶的刀器,这种凶刀,大下数百年都未曾出现过。 李泰玄,但台兰,当真不简单,竟然能够收服你这等凶人。 但越是这样,我们对他们留下的秘密就越是好奇,牛飙飙,你守不住的。 我能感受到,李泰玄,但台兰留下的奇震,这些年在逐渐地削弱,而你,或许不是不愿走出洛兰府总部,而是,不能。 你也不过是他们所在这里的一条狗而已。 他分为凉拌的身躯,开始燃烧,最后化为灰烬凭空散去。 四周的天地能量迅速地归于瓶颈,同时有巡逻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仿佛是隔绝此地的屏障被撤去了一般。 牛飙飙眼神淡漠地望着黑袍人影消散的地方,对方倒也是滑溜,来得并非是真身,只是一道能量分身。 不过,洛兰府总部被理太悬,但台兰设置了奇震,未经他们允许,即便是封侯强者也不敢踏入其中。 而现在,那黑袍封侯者却能够将能量分身送进来,这说明洛兰府总部的奇震的确是在减弱。 真是头疼啊,牛飙飙无奈地摇摇头,抬头望着天空上的皎洁明月。 看来应该跟那两个小家伙谈一谈了,第187章对换帝刘江,那次绝对不是成空,成空再厉害也不可能瞒得了一失足,在那里对自己出手,而且那时如果是成空,自己已经死了。 但这次,却是成空,与此同时,大石黄陡然睁眼,瞳孔毫无生机,缓缓转头,一步步走到陆尹身前,抬手,手中出现了长刀。 陆尹脸色苍白,额头,汗珠低落,大石黄明明死了,但他的身体也被成空控制。 放你一次,这次,捕杀,区换的声音响起,这是第二句,也是陆尹可以听到的,最后一句。 大石黄刀锋落下,一刹那,陆尹感觉自己身体不仅不受控制,竟然连本能的防御都没有,大石黄这一刀,足以斩杀他。 成空将他的身体完全控制,只剩下思维不断预警,身体是思维的容器,身体动不了,陆尹只能眼睁睁看着刀锋落下。 突然的,脖颈处,一直悬挂着的小刀悬浮,刀光如水,大石黄自首中的刀开始寸寸碎裂,随后,他的身体, 都碎裂,刀光不断蔓延,朝着一个方向斩。 小小的情报汇总之地,刀光斩出了八十一,每一刀足以令虚空坍塌,却对着周围大地位造成丝毫破坏。 这八十一刀,陆尹看清了,却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躲避不了,如同当初在一师族,硬生生承受了八十一刀。 而这次,承受八十一刀的,是成空,随着第八十一刀落下,无形的波动扩散,陆尹身体忽然能动了,他陡然抬头,看到星穷坍塌,头顶,无尽的黑暗蔓延,无知世界仿佛要将整个大时空吞噬。 陆尹头皮发麻,连忙逃离,都不敢波动空间线条,唯恐被无知世界吞没。 在他远离情报汇总之地后,回望,那里已经彻底消失,什么都不存在。 一片空间消失了,陆尹后怕,如果不是那个小刀,自己已经死了吧。 他做梦都想不到成空突然出现在大时空,并对自己下杀手。 他绝不是偶然出现,放过一次,捕杀一次,这是指第六大陆,当初陆尹就觉得奇怪,以成空的实力,在第六大陆不会对自己束手无策, 但那时自己就是逃了,那次应该就是放了自己,而这次,是在捕杀。 意思就是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或者别的人而放过自己。 黑无神,陆尹第一个就想到他,十万年的机会,为此不惜联合数位七神天进攻三君主时空。 那么,现在呢,成空还在吗?陆尹不敢久留,直接前往双子时空,成空可以确定绝非使用空间的人, 那么自己拨动空间线条离开,只要没被他控制应该就不会被找到。 他要跟蒲盛联系,告诉此次大时空发生的事。 摸了摸胸口,那个小刀也没了。 没猜错,那个小刀很有可能来自木克前辈,但自己与那位前辈没有往来, 为什么给自己留下一柄小刀? 不是这柄小刀,自己已经死了,如果真是木克前辈留下的,那这位前辈的实力,未必如外界传闻的那样,或许深不可测。 不管是六方会还是永恒族,都有太多的谜团需要了解,而陆尹现在最需要解释的就是大石黄的死,否则别被少阴神尊给诬陷了。 来到双子时空,陆尹找到那两位长老,让他们带自己去情报会总之地,他要与蒲盛对话。 将事情说了一遍,而我去那边,蒲盛也呼出口气,他们一直尝试与大时空情报会总之的联系,但联系不上,那时就知道出问题了,已经派人去调查,但调查的人肯定没有陆尹快。 你是怎么从成空手下活下来的?蒲盛问,陆尹回复我自有办法,这个答案无法让蒲盛满意,六方会对成空的恨还要超过七神天。 七神天虽然强大,但也是名念上的,但成空诡诈,手段众多,还能控制人,他一个人对六方会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七神天,而死在他手里的极强者根本不是外界传闻的那样只有两三人。 这点,蒲盛他们没有告诉其他人,成空是六方会公认的极强者柜子手,即便三尊都忌惮,一旦被成空找到机会,谁都活不了。 这次机会按理说也是成空找到的,没人想到成空会在大时空对陆尹下杀手,但陆尹就是活下来了。 蒲盛道也没有怀疑陆尹,陆尹的精力注定他不可能与永恒族勾结,也没必要与成空演绎出戏。 我了解了,大时空情报会总之地会尽快重建,至于为大时空亮起绿灯,暂时不可以,你没有办法确定成空离开了大时空。 蒲盛回复,录影无奈,确实,成空是死是活都无法确定。 他现在有强烈的危机感,心脏处力量一直外放,就为了防止成空出手。 符文道数等力量找不到成空,就连空间都找不到,但心脏处力量等于自成一片时空, 成空只要接近自己,自己应该可以察觉。 与蒲盛联系后,他就走了,这地方也不安全。 录影随便找了各地方休息,没人知道他在哪,成空在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找到,除非他能定位自己。 如果可以定位,他也不至于埋伏在大时空情报会总之地。 而且,承受了八十一刀,成空不可能无恙,那种力量,就算七神天都会警惕吧。 一段时间后,云通时震动,陌生声音传出,是个女子蒲盛麾下,见伯鹿先生。 录影语气低沉怎么样了,大时空情报会总之地彻底消失,并未找到成空,无法为先生亮起绿灯,抱歉。 这个我知道,不过如果能确认成空死了,这个功劳算我的吧。 录影问道,这是自然,如果在此之后再无成空活动的踪迹,也无人能提出比先生更有力的证明,成空之死会算在先生战功上。 对面的女子回复,她有独特天赋,可以感受到现场留下的力量。 来到大时空情报会总之地后,虽然这里被无知世界吞噬,但依然有残余力量让她感知, 她感知到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刀意,也感受到了成空那梦幻泡影的力量。 在她感知中,不存在感知过的任何强者可以在那种刀意下存活,成空应该也不例外。 但没确认成空死亡,她也无法将战功算在录影身上。 不过这个战功,应该归属于录影,如果成空真被录影杀死,那她的功劳将比天大。 还有一件事,应该告诉先生,女子开口,沉吟了一下大石皇死不足惜,录影挑眉为何? 此次调查,发现原来大石皇早已与外界联系,并曾暗中离开无边战场,并为外界平行时空, 就想趁着大石空亮起绿灯的时机带领大石帝国部分人逃离大石空,逃离无边战场,这样的人,该死。 录影沉默,原来如此,怪不得大石皇态度那么奇怪。 明明可以让张崇羽愧之术承在体呼号,却愣是希望自己为大石空亮起绿灯, 亮绿灯意味着这片星空没有战事,意味着它可以带人离去, 即便被六方会发现,只要在亮绿灯那一刻离开,就不算逃离战场。 该死吗?录影倒不这么认为,为人希望生活在无边战场上, 何况还是大石空这种永远无法突破极强者层次的星空。 大石皇想离开,想活着,想给自己后代一个安稳的生存环境, 这没错,但对于六方会来说,这就是错,这就该死。 六方会希望无边战场所有人都顶在前线,为他们赴死。 如此看来,大石空或许是先接触了六方会,其后才被迫成为无边战场。 大石皇对六方会的态度也是假的, 可惜,他死了,否则对这种事,录影不会揭穿,每个人都有活下来的权利。 大石空暂时无法亮起绿灯,录影决定去下一个平行时空。 他现在也知道了,基本上每三个平行时空中都会有一个很难对付的, 比如小灵时空,双子时空与大石空,其中大石空就有阻禁战场, 想亮起绿灯比较难,但下一个平行时空或许就跟双子时空一样不是很难。 他决定去下一个平行时空,不过要先于蒲胜说明, 无边战场规矩是相邻的三个平行时空亮起绿灯, 大石空这种情况谁也没料到。 录影把想法说了一下,对面女子等候片刻,告诉录影可以。 成空九成九不再大石空了,他们却因为无法证明而不能亮绿灯, 允许录影去下一个平行时空亮起绿灯算是特例, 否则录影要去的只能是黑暗时空, 黑暗时空也属于双子时空相邻时空, 让那个时空亮起绿灯可远不是大时空可比的。 录影正打算前往大时空, 再通过大时空去下一个平行时空。 女子再次联系他录道主, 少阴神尊通过无据, 向你传来消息,可愿意听。 录影一顿,脸色沉了下来, 少阴神尊,他主动传消息给自己绝不是好事。 不过听是肯定要听的说, 女子缓缓开口, 语气略显低沉温地与山无意中进入无边战场, 具体取了哪个不清楚, 但肯定是下面三个中的一个。 顿了一下, 而这边,录影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外表看上去却极为平静。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当初录影就不愿让温地与山和卓白 夜去六方会, 怕的就是有人以此威胁自己, 然而他们态度坚决, 录影也不好强行留下, 原本打算过段时间让他们回来, 但随着时间推移, 竟然忘了。 他也没想到堂堂少阴神尊, 居然做出这种事, 如此卑劣。 第188章生日, 秦飞烟自小就没有在京城长大, 眉宇间没有勾心斗角的那种算计, 有的只是逍遥, 他十分有底气。 因而, 这婚事是你亲自点头应允的, 娘希望你放在心上, 虽不指望你和太子举案其眉, 但至少也要做到相近如宾, 婚姻大事乃是一辈子的事情, 娘不希望你将来后悔。 秦夫人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 她的这个闺女, 从小就极有注意, 但唯有在对待太子这件事上, 让人根本看不懂。 秦飞烟听到她娘的话, 突然窄言一笑, 我懂, 我都懂, 娘你就不要担心了, 累死了, 我先去吸吸一下, 吸浅, 走。 说完, 她就拉着吸浅, 一溜烟消失在秦夫人面前。 秦夫人气劫, 她, 她这是嫌弃我话多了, 旁边的丫鬟连忙给她顺气, 夫人, 郡主不是这个意思, 宁可千万别多想, 明日就是大婚了, 郡主才回来, 也得休息好不是? 丫鬟好意通劝, 才把秦夫人的气给顺了。 秦飞烟的院子里, 露幕都是大红色, 七浅嘴角未抽, 我住在这里不好吧? 秦飞烟可是要大婚的人, 有什么不好的, 咱们江湖儿女还在意这些有的没的? 秦飞烟不在意的白手, 郡主, 你终于回来了, 想死奴婢了。 呜呜呜, 突然一个丫头从院子里的偏房冲出来, 立刻水漫金山, 七浅和秦飞烟同时后退, 丫鬟扑了个空, 顿了一下, 呜呜呜, 郡主, 你不要诉求了吗? 那小眼神, 怎一个哀怨了得? 停, 打住, 秦飞烟头疼地看着自己的天生丫鬟, 再一看院子里的其他丫鬟也一脸哀怨。 顿时嘴角抽搐个不停, 这场面, 好像他是天下第一副新人一样, 郡, 行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夫人又没有罚你们, 哭什么, 再说了, 我不是有事才走的吗? 带着你们不方便, 众丫鬟, 郡主这是在嫌弃奴婢们拖后腿吗? 声音哀怨至极, 七浅瞬间牙酸, 既然知道干嘛要说出来, 呜呜呜, 七浅, 他服了服额, 赶紧问秦飞烟自己住哪间房间, 立刻钻进去关上门, 然后布置了各简单的隔绝阵, 终于安静了, 七浅松了口气, 果然女人多了就跟吵, 脑人秃秃秃的疼, 这一夜似乎过得很快, 天还没亮, 西浅就发现院子里进进出出的, 热闹起来, 秦飞烟被人从被窝里挖起来, 他眼睛都还没睁开, 打了个哈欠, 秦飞烟闭着眼睛对身边的人说道, 你们去帮我把明姑娘请出来, 让她来陪我, 有罪就要一起受, 这才不枉费两人一起看了两个多月热闹的交情, 听到的西浅, 郡主, 您是想请明姑娘陪您去东宫吗? 丫鬟说的有些迟疑, 是又怎么了, 不是, 只是, 只是我选了人, 你舅舅的嫡女, 你嫡亲的表妹陪你, 现在换人不合适, 秦夫人从外面走进来, 北渊国有个风俗, 就是女子出嫁的时候, 被有了一个女兵做陪, 必须是未嫁的女子, 而秦飞烟的女兵位置, 多少人挤破头都得不到, 还是秦夫人的大嫂亲自来做说客, 秦夫人才松口的, 也是因为女儿一直没回来, 这婚期近在眼前, 没办法了, 她才替女儿决定的,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和表妹关系淡漠, 要她做我的女兵器不是给我自己添堵, 祖秋, 去请明姑娘, 秦飞烟眼睛都没睁开, 她自己的大婚自己做主, 燕儿, 你, 娘, 这是我的事情, 秦飞烟淡淡的, 她心里清楚得很, 那个表妹打着什么注意, 喝, 当她是死的, 秦夫人还想说话, 听到她冷淡的声音就顿住了, 脸色有些许的苍白, 这个女儿从小没在她身边长大, 母女两个的感情也一般, 如果秦飞烟愿意粉饰太平, 那自然是能相处得很好, 如果不愿意, 那秦夫人也不敢有多的怨言, 因为, 秦飞烟从小离家的原因, 有些, 复杂, 不过, 总归是家里的人对不起她的, 所以秦夫人下意识的没有和她争辩, 祖秋也去请西浅了, 对于北渊国的这个习俗, 西浅和西秦飞烟在路上的时候也见到过, 所以也是知晓的, 她跟着祖秋来到秦飞烟的房间, 看着懒洋洋, 闭着眼睛任人折腾的秦飞烟, 我不愿意做你的女兵, 那么累的事情, 她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旁边的秦夫人和丫鬟都没想到她会直接拒绝, 相比于生气, 更多的是诧异, 为什么,你嫌弃麻烦, 秦飞烟终于睁开了眼睛, 她也算是有两分了解明西浅的, 很累啊, 我不想出风头, 七浅实话实说, 其他人这时候才看着她, 顿时狠狠一正, 昨天两人回来时, 她戴着面纱, 众人也没在意, 毕竟是郡主亲自承认的朋友, 并没有因为好奇而探究, 刚才她进来时, 烛光昏暗, 也没太看清, 这时她走近, 才看清她举世无双的容貌, 特别是秦夫人, 顿时如临大敌, 焉儿, 您姑娘做女兵不妥, 会夺去你全部的风头, 不行, 绝对不行, 其他丫鬟也跟着点头, 在他们的心里, 自然是郡主最重要, 这正符合西浅的意思, 她笑盈盈地看着秦飞烟, 谁知秦飞烟不为所动, 我早就知道西浅的容貌冠绝天下, 但那又如何, 她也不差啊, 她自有自己的骄傲和风采, 不得不说, 秦飞烟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也足以让人惊艳, 最后, 拗不过她, 西浅还是做了她的女兵, 因为, 秦飞烟对她说了一句话, 她和太子的大婚, 可以见到博师大人, 反正也无事可做, 西浅本就不是个怕麻烦的, 就答应了, 在秦夫人和众丫鬟夯杂的眼神中,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天快亮的时候, 全夫妇人就来给秦飞烟上装了, 经过一番复杂的流程, 终于, 秦飞烟穿着黑色绣凤凰的嫁衣, 头戴凤冠, 坐在床上, 只等太子来接, 第189章不省心, 在李洛, 将亲额一行人回大下城的车面上, 车厢内, 音声艳语, 春意融融, 三女各有千秋的漂亮脸颊交相呼应, 让人有一种秀素可参之感, 不过三女中, 更多还是蔡薇在说话, 她在汇报着这一个月中, 洛兰府的所有事宜, 毕竟在江亲额, 李洛两人都进入学府修行的情况下, 洛兰府大大小小诸多事物的运行, 都是落在了蔡薇的肩上, 而如果没有她的存在, 李洛相信, 江亲额恐怕将会更为的操心与苦累, 而蔡薇在管理能力上的确是极为的出众, 洛兰府这无数繁杂事物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大管家之位, 真是无比的称职, 洛兰府其他产业, 这一个月倒是没什么波澜, 不过在西洋屋这边, 变化很大, 得益于少福主提供的密法原水, 西洋屋总部这边, 这一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万每天亮金, 听到此话, 连江亲额都是忍不住地显露出了惊讶之意, 金色眸子惊诧地看向李洛, 以前西洋屋总部一年也就百万左右的收入, 每个月下来再十万左右, 而因为李洛的密法原水, 现在竟然提升了足足三倍, 这一年下来, 岂不是光西洋屋总部, 就能够达到300多万的收入, 这几乎相当于往年整个洛兰府的一半了, 面对着江亲额这惊异的眼神, 李洛感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快感, 毕竟大白鹅太过的优秀, 李洛以前实在没有什么方面能够让他感到惊奇, 眼下这一幕, 让人有点酣畅淋漓, 不过为了维护自身的气质, 他只是微微一笑, 风轻云淡地摆了摆手, 这个提升, 其实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天鼠郡西洋屋那边, 已经有过这种增幅, 蔡薇玄吉又是说道, 不过因为绍府主需求的灵水奇光太大, 这一个月采购了七支六品灵水奇光, 二十多支五品灵水奇光, 所以这部分支出, 达到了三十二万每天亮金, 最终算下来, 还亏了两万, 李洛笑容顿时僵硬下来, 蔡薇姐, 我感觉你在针对我, 这还入不敷出了啊, 绍府主, 你这坑, 有点深呢, 严林青笑咪咪的插了一刀, 江青鹅笑了笑, 道, 赚钱本来就是为了花的, 这也并非是在做无用功, 毕竟那些灵水奇光都用来投资李洛了, 等他未来双向大成, 我洛兰府收获一位新的封侯强者时, 就不算是亏本了, 李洛感动, 还是大鹅心疼他, 不过为了自己以后的灵水奇光, 他觉得这种亏本的情况, 也应该做一些改变, 于是问道, 蔡薇姐, 西洋屋总部的收入, 应该还有提升空间的吧, 天署郡分部那边, 他都能够做到这种提升, 而总部这边规模比天署郡更强, 按理来说, 增幅应该也会更强一些才对, 本来是这样, 不过你别忘了, 西洋屋总部可不是全胜时期了啊, 蔡薇提醒道, 李洛一正, 玄机无奈地摇摇头, 差点忘了这一茬, 之前他刚到大厦城时, 那都泽府为了给他送一份大礼, 直接是收买了西洋屋上一任总会长韩职, 并且挖走了将近一半的脆香湿, 导致西洋屋总部元气大伤, 而对于一个西洋屋来说, 脆香湿是根本, 毕竟不管你有多少的密法原水原光以及材料, 如果没有脆香湿来炼制, 这一切都是无用之物, 这个白眼狼李洛忍不住地骂了一声, 你走就走吧, 还挖走了那么多的脆香湿, 这些可都是西洋屋的根啊, 你这下手也太狠辣了, 最近有去招揽脆香湿吗? 江青鹅问道, 蔡薇圆润娇俏的下巴轻轻点了点, 道, 一直都在招揽, 待遇也提得不低, 我们甚至还打出了少福主提供的密法原水为宣传点, 但是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李洛眉头皱起, 上七品密法原水可是相当高级了, 这对于很多脆香湿都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怎么可能会效果不好? 道是江青鹅缓缓道, 被狙击了, 是谁? 蔡薇无奈的笑笑, 还能是谁? 当然是都择府的大择乌了, 他们花费那么大的代价挖走了寒指, 令我们西洋乌元气大伤, 他们怎么可能会坐视西洋乌一点点的缓过来? 最近一个月, 西洋乌的业绩, 他们也知道, 想必这已经很让他们吃惊意外了, 所以他们铁了心的要阻扰西洋乌招揽更多的脆香湿, 阻止我们恢复规模。 又是都择府里落眼神略过一抹阴沉, 在这学府里面, 都择府姐弟就不断给他找麻烦, 而在这大下城中, 都择府也是在加紧着对洛兰府的各种攻势, 试图将洛兰府瓦解, 吞并, 决府内的争斗, 还算是维持着一些底线, 可在这外面大府与大府间的争斗, 竞争, 可就是没有任何的手段, 道义可讲了, 那是刀刀见血。 都择府想要做的, 是让洛兰府从五大府中除名, 然后将洛兰府吞得连骨头都不剩。 李洛甚至在想, 如果不是因为他与江青鹅如今都进了圣玄心学府, 并且也算是颇受学府重视, 恐怕这都择府就要以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直接将他们两人抹除, 那时, 失去掌舵者的洛兰府自然会不攻自愧。 如今大下城中, 一些比较优秀的自由翠香师, 特别是与我们西洋屋接触过的翠香师, 几乎全部被大泽屋那边找过, 并且开出了比我们西洋屋更好的条件。 蔡薇柳眉紧促, 伯怒道, 大泽屋这是在仗着底蕴雄厚, 想要逼垮西洋屋。 而不得不说, 大泽屋这一手又简单又狠毒, 西洋屋本就元气大伤, 如果不是这一次有李洛拿出的高纯度密法元水, 恐怕真的会被大泽屋这种针对性的打击下直接垮掉。 但即便如此, 如今西洋屋也很难招揽到更多优秀的翠香师。 没有更多的翠香师, 西洋屋规模就很难扩大, 自然也就起不到振兴莫兰府的效果。 翠香师的事情先慢慢来吧, 只要西洋屋这边稳住, 总会有机会壮大的。 江青鹅冷静地说道, 李洛, 蔡薇都是点头, 虽然都择抚步步逼人, 但他们却不能乱了方寸, 只能伺机而动。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比较紧急, 蔡薇俏脸威名, 看着李洛, 江青鹅。 根据我得来的情报, 西岭郡西洋屋分部中的许多翠香师, 赶往了大厦城, 之前被闲置的庞牵齿与他们有过接触, 感觉有些来者不善。 李洛文言, 倒是证了证, 到西岭郡的西洋屋分部。 西洋屋在这大厦中, 除了位于大厦城的总部外, 还有这两座分部, 一座在天署郡南丰城, 另外一座, 就处于西岭郡内。 只不过, 这西岭郡可是裴浩的势力范围, 所以那里的西洋屋分部, 早就被裴浩所掌控, 并不听从西洋屋总部的调遣。 所以眼下, 这些西岭郡分部的翠香师, 聚集于大厦城, 还与庞千尺联系, 是想要做什么? 背后应该是裴浩的推动, 江青鹅淡淡的道, 不论是西岭郡的翠香师还是庞千尺, 都算是裴浩的人, 如今他们聚集起来, 如果说背后没有裴浩的指示, 那也太天真了一些。 裴浩听到这个名字, 李洋的眼中就略过一些冷意, 这可是导致洛兰府内幽外患, 风女飘摇的罪魁祸首。 通知雷章阁主, 这段时间盯住庞千尺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 看看能不能找到裴浩, 我感觉, 他或许也趁机来到大夏城了。 江青鹅说道, 李洋就没到, 裴浩也来了, 此前在南风城老宅与裴浩一句, 导致洛兰府九格被分裂, 如果这裴浩又来了王城, 恐怕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必须保持警惕。 江青鹅点点头, 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他来了大夏城, 李洋眼中略过一抹森冷杀意, 能不能找机会解决掉他? 洛兰府如今力量被分割,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裴浩, 如果能够果断地将其斩杀, 虽说局面依旧会混乱, 但只要他与江青鹅不乱, 还是能够逐渐稳住局面, 到时候失去了裴浩这个内部最大的隐患, 洛兰府反而会恢复得更快。 江青鹅轻声道, 其实裴浩一直都不是我所忌惮的, 我只是在忌惮, 裴浩的背后, 究竟都有谁在支持他? 李洋眼中略过一抹阴霾, 裴浩的背后, 大概率是有一方顶尖势力在为他提供助力, 不然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在他爹娘失踪后就敢直接跳返。 只是, 谁在支持他? 都泽府吗? 还是吉岩府? 这两个是与洛兰府素来不合的顶尖势力, 也很有这种动机, 又或者, 是其他的一些势力。 李洋柔了柔眉心, 看来随着这道消息的传来, 这次的假期, 也不会那么的让人省心了。 第190章十万积分, 当李洋与江青鹅一行人回到洛兰府总部时, 还不带他们休息, 便是见到牛彪彪端着热气腾腾的大补制汤, 笑容满面的出现在了面前。 少府主啊, 一个月不见, 精神倒是足了一些, 不过补汤还是不能免的, 赶紧喝掉。 牛彪彪笑道, 李洋见到牛彪彪, 也是露出笑容, 赶紧接过补汤, 道, 一个月不见彪叔, 也想着补汤的紧。 他一口一口的喝着, 然后笑眯眯的道, 彪叔, 关于炼制那补神高的事情, 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分量的地流浆。 牛彪彪有些惊异的看了李洋一眼, 道, 看来少府主这事搞到了一点地流浆。 这地流浆可是圣玄心学府中顶尖的修炼资源, 李洋这才进去一个月就能够得到一点, 这个效率的确是相当惊人啊。 李洋谦虚地摆了摆手, 然后将两个指甲盖大小的小瓶子取出来, 递给牛彪彪。 牛彪彪接过, 仔细地看了两眼, 笑道, 果然是地流浆啊, 少府主真厉害。 不过还不带李洋骄傲, 牛彪彪就继续说道, 按照这种分量的话, 少府主再搞个二十瓶, 应该就可以开始炼制补神高了。 噗, 李洋嘴中还没完全吞掉的补汤直接一口给喷了出来, 眼睛瞪成同名地盯着牛彪彪, 啥玩意。 还要二十瓶, 一旁的江青鹅也是有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早就料到这点分量的地流浆不够, 但也没想到缺口会这么大。 二十瓶地流浆, 那可是十万积分啊, 这种数量, 就算是他, 都感到很有压力。 李洋更是苦笑道, 彪叔, 你这是在难为我啊。 牛彪彪道, 少府主啊, 老牛可不是在忽悠你啊, 你所亏损的是自身抵御与潜力, 换做其他人, 几乎是前途艰难, 这种能够增补底蕴根基之术, 就算是在这大下坡中, 都是罕见至极, 老牛这里正巧有法子, 这已经算是你的幸运了。 李洋默然, 他这恋化第二道香, 虽然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力量, 甚至让他在香诗境就提前感受到了属于封侯强者的双向之力, 但显然, 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现在的李洋表面看来, 双向耀眼无比, 可外人却不知道, 他这个光鲜表面之下, 也隐藏着巨大的缺陷。 如果他这个因为底蕴亏损, 难以冲击败将近的事情被外人知道, 那所引来的冷眼嘲笑, 幸灾乐祸, 恐怕不会比他当初空相时所承受的少。 标书, 放心吧, 虽然这底流将对换条件很高, 但我们也还有着一些时间, 毕竟李洋距离冲击败将近也还有不短的距离, 我想, 只要我们这段时间竭尽全力赚取积分的话, 还是有可能赶上的。 江青鹅声音轻缓地说道, 李洋神色有些复杂地看了江青鹅一眼, 他话语里的意思, 显然也是打算帮他承担这十万积分。 可是, 地流将对于江青鹅而言, 也是很难得的修炼资源, 据说年底他就要挑战七星柱, 如果他将自己的积分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这无疑会耽搁他的修炼进展。 李洋心中沉重, 欲要开口说话, 却是见到江青鹅眼波流转过来, 并且冲着他微微摇头。 他最终只能将话给吞了回去, 心中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等以后, 他需要尽一切可能去赚取积分了, 不然江青鹅承担的压力太大了, 这会耽搁影响他的修炼进展, 这是李洋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牛飙飙看着两人, 神色倒是罕见的有些严肃, 我知道这地流江的压力很大, 不过你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没有压力, 怎么去成长? 对于牛飙飙这极为少见的长辈姿态, 李洋与江青鹅有些证然, 但都是点头阴下, 毕竟他们也从未将牛飙飙当作下人看待。 而且, 你们以为, 你们将要承受的压力, 就只有这一点吗? 听到牛飙飙这话, 李洋与江青鹅眼神都是一鸣。 江青鹅轻声道, 标书的意思是, 牛飙飙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叹了一口气, 道, 这些事原本是打算最起码等你们踏入天刚将近后, 再告诉你们的, 但现在的局势, 比我预料的还要差, 所以, 也只能和你们说一说了。 李洋与江青鹅神色都是变得极其严肃起来, 他们早就猜到牛飙飙颇为的神秘, 他留在洛兰府总部, 必然是有一些他们所不知晓的原因。 只是以前牛飙飙不说, 他们也不好开口询问。 牛飙飙在一旁坐下来, 他望着眼前的两个小家伙, 稍微斟酌了一下言语, 最后到, 昨天夜里, 有一名神秘的风喉强者, 闯进了洛兰府总部。 李洋与江青鹅神色猛的一变, 风喉强者, 一闯洛兰府总部, 这是哪方的强者? 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想要直接刺杀他们吗? 江青鹅柳眉紧簇, 道, 风喉强者闯入洛兰府总部。 难道没有引发什么动静吗? 我没有接到任何的汇报啊。 牛飙飙笑了笑, 道, 只是一个不敢露面的风喉而已, 而且也没有真身潜入, 只是来了一道能量分身, 被我直接给砍了。 李洋与江青鹅再度沉默了下来, 然后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风轻云淡间, 说出如此震撼言语的光头中年男子。 他们此前就隐约能够感受到牛飙飙的神秘, 毕竟他懂得太多了, 甚至连为李洋修复底蕴根基的罕见之法也知晓, 这会是一个简单的厨子。 可诸多猜测中归是猜测, 当牛飙飙亲口说他昨天晚上砍了一道风喉强者的能量分身后, 莫说是李洋, 就算是素来冷静的江青鹅, 都有些失神。 标书, 李洋盯着牛飙飙, 神色诚恳, 我就知道, 您就是传说中的隐士高人, 不晓得你对我的膝盖有没有兴趣, 我想献给你。 江青鹅看了李洋一眼, 知晓他这是为了掩饰心中震惊, 又开始疲了起来。 牛飙飙笑道, 神问隐士高人, 我就是一个不能离开洛兰府总部的废物而已。 李洋与江青鹅有些疑惑, 不过牛飙飙没有在这上面解释过多, 而是直接道, 其实这些年, 有一个暗中的强大势力, 一直在窥探洛兰府总部, 只不过你们没有什么察觉而已。 以前他们还只是窥视, 但昨天夜里, 他们还是踏入了洛兰府总部。 牛飙飙盯着有些失神的两人, 你们知道, 他们想要在洛兰府总部, 找什么吗?